周六晚间 位于台北的这栋建筑半边外墙突然倒塌 声响巨大 消防的员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 研判是周末晚间台北下了一整天大雨 再加上这几天风势强劲 才会让这栋有60年历史的日式建筑倒塌 附近住户早就担心这栋老式的日式建筑可能倒塌 现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处置好卫岛的另一半房屋